第3場賽事 繼續回到第3場賽事 五班千義 講狀態2號和11號 又是11號那些仍贏的 帝豪寶區 標形奧漢 都是fit的馬 配備改動 2號買的亞洲力量 靠叉被孤有 摘利有 初戴半煙防山眼罩 另外初戴環形口紅鐵 除了滾桿形口紅鐵 9號買的玉樹林峰 除了頭罩 初戴耳塞 另外摘利的照舊 12號的精算赤炎 摘利有重戴防山眼罩 先看金牌實力 他試了一個閘 不過我覺得那個草閘 看來沒什麼用 上力程度可以更好 但這款馬長遠一點 再看看 儘管看一看 10月18日 當日有很多組試閘 它只是C800米 所以亦遇到很多新的馬 前面那隻H9是扁來扁去的 這隻馬是很不規矩的 單調都說 是希斯的馬 它在中間白帽 逐步追上來 旁邊外擋的133 是打鐵襯而來的 好 再看亞洲力量 其實我也是有一點點憧憬 希望這些馬 哪有可能跑千二的 其實這隻馬 不過算了 你說起步先也好 什麼都好 這些應該早就預訂了潘頓 是 又看看他試閘 當時試的騎士是馬雅的 他在苗禮德的時代 都曾經入圍 不過當時跑草地 在泥地 他都少些跑千二米的路程 以往都沒有跑過泥地千二 看回這個集 在第三位 他都輕鬆 一直都按住 前面那些自盛時機 萬事之光 走掉了 他都篤定第三馬 這些都是重了幾十磅 然後天竺貓 不跌磅就可以了 他不是瘦 他只是小隻 他是均勻的 要拖我覺得外擋搶 不用留 今年這隻馬 唸了一些姜效 不過第一次不行 然後上次就得了 是 精算其然 這些就是神租的穴 你看他臨過終點了幾步 這隻馬 卡了幾下 所以他是一隻 整天都亂捕 亂捕的馬 根本都… 希望他跑得好 那個草集 又是有外難 我也免得看著 勁得手就埋便 近鏡頭 叫做恐龍仔 這些哪有得計 又有譚 然後又突然有喘名 沒有東西的時候 便沒有 是 繫得起的時候 便掃光你 但你要猜他哪一局 繫得起 這隻勁得手 要冷 是 在重化試襲 都騎到脫腿 還是追一點 可以 好 另一邊就是那隻歐洲導彈 你看外面 你誰不說漂亮 有型有福 整天都會跳得很好 根本這些馬 你說歐洲導彈 算是今年的表現 比往年更穩定 至少連場都可以 武華威威 這隻在神租 它是有點重口 但現在這些助手 都落了一些背背 可以鎖得到它 它又不是很鬥 走過都可以的 好 鋼鐵福星 我覺得它真的沒有什麼火 好像很平淡 因為我也知道 一計 一路來地 這些馬都不頑皮 但我記得上次賽前 都缺過貨 再來就是玉樹林峰 繼續作出一些轉變 今次就給它一個耳塞 但也跑過三幾次 去了方家帕那裡 也不是很特別的表現 再看就是那隻合金王 以往會比較重 只不過又是保持差不多 我覺得就算它跑過也好 好,看看這隻今季 還沒跑過的 帝豪寶區 試了埋門就試這個跑馬地閘 也不錯,這個跑馬地閘 起碼不落後 不脫腳 以前你看它試泥閘 早一段你也不用找它 一定是在後面 但這個谷襲就跟得到 末段它又摟摟摟摟摟 走上來也很不錯 其實有時就是最難搞這些馬 你看下去根本哪有可能 是一隻五斑馬 都不知道說了多少次 但你有時真的 這麼多個大師傅都搞不定 希望它搞得好 我知道它很有心機 也希望它可以 真的 這隻是精算赤嚴 今年就慢慢跑了 已經來到第五次上陣 過往泥地它都接近過 即是保持平穩 來到第三場 就五斑千二米 這一組我覺得 我自己沒有特別的心水 搏一下那隻是十二 勝在跑得多了 整晚熱夠身 近期這個騎煉組合也很好 希望可以撞到配腳 我想更正一點 剛才我說 寬頓和黎超聲 今年沒有合作 我查到有一隻跑了 那隻是星之寶 在菊草那隻是不行的 但這幾隻泥地的合作 可不可以拆出火花 照計這對騎煉 當然有些淵源 潘頓和黎超聲 都合作的馬 其實真的 我想會是厲害的 這隻亞洲力量 環體電體 不可能跑千二 不過它報名程序也好 什麼都好 我就覺得它在這裡會超 還有這隻馬 養得好 養壯了它 它未讓你看的東西 實在太多了 這隻馬 其他的 根本 你數 什麼帝王寶區 你每次都會覺得 追得厲害 希望形勢好些 經常都是這樣想的 看看它做不做就好 譬如警德手那些 冷你就要 它真是來地厲害 看看到時會怎樣 第三場賽事都研究過